亿万富豪被困在海上 为了不葬身在这片海中 他不断拉着提前系在游艇上的绳子 即使船内的水已经到脖子 他也依旧要冒死下前 找到一些能吃的喝的物资 他将瓶罐都装在背包里 又拿上至关重要的饮用水 头也不回地走向救生艇 到地方后 他又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赶忙返回游艇内 找出一个神秘的大箱子 这才安心返回救生艇上 而老人找到的这个箱子 就是救命的关键东西 回到船上后 他神秘兮兮地打开了箱子 拿出里面的说明书和六分椅 这是他在海上判断方位 唯一能用上的工具 通过阅读说明书上 老人很快学会了如何使用六分椅 他根据目前所处的位置 在地图上勾勾画画 得知离自己最近的一条航线 会有一艘货船再次经过 不过还是有一段距离 需要到着船桨划过去 老头深知这是获救的唯一机会 他仿佛找到了生的希望 开始想着如何能加快速度 可好景不长 远处很快又飘来了一片乌鱼 老人心里暗道不好 赶紧躲回帐篷内 在内心默默祈求上天 想着让上帝保佑 能让他度这即将来临的劫难 不过老天似乎没有听到老人的祈祷 夜晚很快降临 暴风雨的肆虐令救生艇摇摆不止 仿佛下一秒又要被飓风掀起 老人用手紧握救生艇两端 试图保持平衡 不过很快被一个浪花拍倒 瞬间船体上下翻着不停 将老人弄得眼冒惊心 再次恢复神志时 发现船内再一次漏了水 很快海水就会淹没到老人 他不想就这么死去 于是憋好一口气就冲向海里 用力将翻了船的救生艇摆正回来 又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爬进了救生艇内部 此刻他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老人用力的捂住耳朵 无助的蜷缩起身子 他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开展这场冒险 可一切都毁之完毅 老人就在这样煎熬的一夜中沉沉睡去 到第二日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 他先是将船内的积水摇走 随后又拿出饼干充饥 再吃东西空隙 他又拿起地图开始查看 好消息是他离最终墓地越来越近了 坏消息是喝得淡水不大对劲 似乎有些越喝越渴 像极了海水 老人直接将嘴里的水吐了出去 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味觉失灵了 再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忘记将瓶盖拧上 导致把海水都灌了进去 他懊恼着自己的粗心大意 一阵咆哮过后 他绝望地发着呆 想着自己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而他无意间却看到 塑料膜经过太阳的暴晒 产生了星星点点的水蒸气 他似乎找到了活下去的办法 只见他用小刀切除了塑料桶的侧面 随后又将桶内装满海水 在桶挖空的上面放一层塑料膜 紧接着在里面栽入一个杯子 又拿出一个铁秤砣压在中间 用来稳住杯子中心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 他终于利用水蒸气的原理 喝上了许久以来的第一口水 仿佛是救命到草般 他从未感觉水能如此甘甜 喝上一口后 令他产生了幸福的笑容 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后 老人迎来的第二个好消息 他看到远处有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路过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赶忙拿出一个信号棒 高举双手拼命挥舞 大喊着救命 但遗憾的是此时正处于白天 而信号棒只有在夜里作用才更明显 看到无人响应 他再一次陷入了绝境之中 满满的挫败胆令他垂头丧气 就这样闭上眼一直睡到了晚上 睡梦中他被一阵汽笛声吵起 看到又是一艘轮船路过 这次与他离得相当近 老人想要把握住这次关键的机会 于是剑拿出几个信号弹 一口气都向天空射去 可就当他把所有信号弹都用完后 轮船也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剑道与轮船即将擦边而过 着急的老人索性将日记本也点燃 担心不够明显 他又添了把火进去 不料还是没有人下来营救 估摸着是太晚了 船上的工作人员都睡了 可不妙的事情接踵而来 救生艇因为火势过大 整个都燃烧了起来 眼见自己要被大火吞噬 他想着死也要死个全尸 随后纵身一跃跳进了海里 在海水没过耳朵的最后一刻 老人感受到深深的绝望 自己三不五次的呼救 可上天依旧没有倦目他 或是命中注定如此 他这样想着任由自己沉入深海 就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 他看到了救生艇旁边闪起的丝丝光 得知是有人来营救 于是他用尽最后一点起向上游去 船上的人也向老人伸出了援救之手 最终老人终于成功获救了